而且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 后来姚思泉的两名员工也参与了这场殴打 不过对于动手的原因 姚思泉的两名员工似乎有着自个儿的解释 因为一姚思泉我的老板 第一他是我老板 第二他跟我是熟人 第三我也把他当哥哥一样的 所以受害人他毕竟我跟他不认识 那碰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的话换任何人的平常性来想 肯定是帮手的人 而不是帮一个陌生人 乍听之下黄祝斌的这个话非常义气 可实际上这根本就是荒唐至极 这也不是帮忙 而是害了自个儿的朋友 试想一下 如果当时黄祝斌是来劝架 而不是火上浇油帮忙打架的话 事情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结果 可是很显然黄祝斌没有这么做 甚至对于打人一事 他也说的是轻描淡写 动手就是第一次拉的时候 我打了他 打他哪里了 肩膀 打了他肩膀一拳 除了这一拳之外呢 这一拳的话我就自止 因为李荣已经跟他俩打得很厉害了 我就自止 黄祝斌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不小心打了钱先生一拳 真正打人的不是他 而是姚思泉的另外一名员工李荣 可真的是这样吗 先介绍一下 李荣今年27岁 从小就练习散打 还获得过全国青少年散打冠军 后来呢 因为脚步受伤 离开了散打队 2014年呢 他来到姚思泉的健身俱乐部 做私教 因为受到老板姚思泉的重用 李荣跟黄祝斌一样 也免费住进了别墅 那么对于打人的事情 李荣会怎么说呢 没想到李荣的说法 就更加的让人难以置信了 就是因为当时我第一天 那一天喝了太多的酒 可能就是说 头脑上有点不太冷静或者清醒 第二个因为当时是受害人 又抱了出口 然后又把我推倒了 然后才会 最终可能才会导致这件事情 整体的一个就是说 什么 德国全国散打冠军 而且年仅27岁的李荣 被年近七旬的钱老先生 推倒了 这件事可能真的要打个问号吧 而且听李荣话里话外的意思 这件事似乎是钱先生不对 是他先推倒了自己 所以他才会反击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 都是钱先生的错 而且按照李荣的说法 当时他还处于醉酒状态 对于殴打钱先生一事 那是无心之波 因为我们本来出于目的 出去是拉架的 是出去拉架的 但没有想到就是会这样 毕竟可能就是说 根据自己的一个年纪上 还有那天种种的 反正就是说一些因素吧 总体来说 反正就是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才会给受害人反正造成这样的一种损伤 但现在想想也挺后悔 习武之人都讲究武德嘛 都有一种武德 但是我当时就是说 真的真的没有想到会对受害人 会造成那样的一种损伤 看上去李荣和黄书斌都非常后悔 可是言语之中却带了一丝委屈 那意思是说 我们本来是想去劝架的 只是没成功 而且黄书斌还特别强调 当时还是他看情况不对 主动说要报警的呢 那时候我在去分开的时候 把他跟李荣良在打嘛 我就分开的时候 老条已经塞在地上了 分开的时候呢 我老板我就说报警了 然后老板我就说 他说你把那个人拉到门口来 等警察过来处理 当时就是这样子的 不过对于这件事呢 钱先生的说法可完全不一样 细心的观众应该还记得 之前钱先生说过 三个年轻人不仅在路边 对他一顿痛打 之后更是把他拉回到家里头 接着打 但是对于这件事呢 黄书斌和李荣的说法 却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说你们其实把他带回去 只是想等警察来 对 那时候 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报警了 我们是等着警察来处理的 看你打了人嘛 当时自己也差不多 就是说也清醒了 清醒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就报了警了 报了警 然后就是说 想把他扶进房间里面去坐一会儿 后来老人是自己走回去的 因为我们这边 我说把你送回去 老人说不用 他自己走回去的 听李荣用的这几个词 把老人扶到家里坐 还准备把老人送回去 那意思就是说 他们与钱先生的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姚思泉家里头并没有监控 所以钱先生在他们房间里到底有没有被殴打 我们无从证实 但是从小区的监控里 我们可以看到 自始至终 姚思泉他们三个人一直在对钱老先生拳打脚踢 而且这个时候 姚思泉的马犬 还在不停的攻击钱先生的萨摩耶犬 事发之后 李荣和黄祝斌两个人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搀扶着钱先生进房间休息 恰恰相反 他们几乎是连拉带拽 强行把钱先生带走的 很显然姚思泉 黄祝斌和李荣的很多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而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 当地的检察机关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根据目前的证据 我们经审查认为 两名犯罪嫌疑人李某和黄某 所以对老人进行殴打 造成老人的轻伤 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是寻寻租室罪 那么当这两名员工黄某和李某 对老人是殴打的时候 姚某他是在一旁摆弄自己的狗 整件事情因他而起 因此他富有制止自己的员工 殴打老人这样一个义务 但是他却没有履行 因此我们就认为他是构成一个共同犯罪 姚某作为共同犯罪 也被我们以寻寻姿势罪来批捕 在这里要强调一下 寻寻姿势罪是刑事罪 可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是管制 情节严重的 更是要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且处以罚金 回过头看整件事情 其实真的有点荒唐 一切的起因其实很简单 仅仅是因为姚思泉的马犬 拴绳子的时候没注意 让马犬跑出去了 攻击了钱先生的萨姆耶犬 本来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说句对不起 把狗带回家 事情也就过去了 可是姚思泉却偏偏忽略了自己的错误 而且一错再错 还对钱老先生动起了手 以至于事情不断升级 最后酿成悲剧